今天晚间也有活动了 这是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林又昌 她的造势活动 找来的也是绿营重量级大咖 有谢长廷跟赖神 还有蔡英文都来帮她站台了 虽然国民党在这里毕案连连 但依然他们认为选情不可轻忽 现场有民众是拿起了 这个照亮夜空的方法 说他们希望让基隆 可以从蓝天变成绿地 林又昌 林又昌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拿着林又昌夫妇的手 向支持者深深一举功 选间超级星期六 绿营总动员可是卯足全力 无心又无能的团队 这样只顾到自己利益 不管市民死活也政府 当然成绩一定是吊车位 我爱基隆骑海飘扬 让支持者情绪嗨到最高点 选亲最后冲刺 台南市长赖清德也特地被上吹票 我认为基隆的问题不是路好 基隆的问题也不是白天酒 基隆没那么多人进步 是因为缺少一个好的市场 你说对不对 国民党避暗连连 竟用这场战 绿营胜卷在握 虽然信心满满 但人不可大意 票投林用昌 与都基隆 摆脱北京 要给市民全新的梦想 现场支持者更拿起手机 点燃焰空 象征一个个希望 还有人打出 林用昌动算字样 改变个人 改变个人律师 冲作新的条件 新的律师 让其他人又挑衅 一个大日子 台湾科目 好 绿营装饭及天王站台 热情相挺林用昌 要把他送进基隆市府 三日新闻综合报导 好